部市長林志堅宣布棄選大新竹後 總蔡英文的六都布局更加明確 外傳行政院長鼠翼 鄭文燦接班 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前副總統陳建仁 被點名可能角逐台北市長 原本呼聲高的陳時中out 或許改征戰桃園市 藍軍嘲諷這些人的共通點 就是超級聽話的小英愛將 所有的提名的人選 全部由蔡英文一個人決定 任用所謂的小英老頭 把他喜歡的這些老頭 一個一個都推出來 我們在實現黨內獨裁之後 準備實現國內獨裁的下一個步驟 藍軍也炮轟前副總統陳建仁 讓人印象深刻的建術 只有護航高端 而陳時中以前就是 一屆小英後援會的會長 馬屁老早就拍好 不管誰當選 未來都是小英的代言人 護航高端是陳副總統的貢獻 副總統退任 會去參選台北市長嗎 我是判斷他應該不會 因為他不是很接地氣 陳建仁 罔顧自己的醫學專業 去當高端的業務代表 陳時中秉承蔡英文的意志 不斷地在阻擋BNT疫苗 這兩個人其實 將來甚至不只是要被檢討 甚至應該要被起訴判刑的 結果這兩個人現在 居然被蔡英文推薦 當總統積塑權力於一身 六都市長也都要挑自己人 總統的超級玉林軍 大家等著看 記者新聞 祥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關於2010年 前方的數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